第二集,孙悟空是谁? 要看懂西游记,一个最关键的入口就是孙悟空的身份。 西游记记录的是明朝真正历史, 作者在几百年前以神仙笔法写下这本小说, 就是要后世子孙了解, 便满清扭曲了几百年的历史真相。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看懂历史, 而不能指导现实, 那作者的一番苦心岂不是白费了? 要学以致用啊。 怎么叫学以致用呢? 作者就塑造了一个贯穿古今的孙悟空。 西游记的作者以孙悟空这个文学形象来教导后世子孙 怎么面对如今这个世界。 孙悟空是西游记核心中的核心, 我们必须明白孙悟空到底是谁, 他又一直在做什么事, 我们才能真正进入西游世界。 齐天大圣孙悟空, 他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太监正和。 遥想当年, 正和率领庞大的明朝海军, 以摧枯拉朽的气势横扫世界, 这就是孙悟空, 这就是齐天大圣。 我相信啊, 看到这里, 必然所有人都会有疑问, 你说孙悟空是太监, 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你这都不是阴谋论, 都不是过度解读, 你是纯属为了出名, 为了赚钱, 在博出位, 你是疯子吧? 那么好吧, 这件事, 我说了不算, 必然是作者说了算, 接下来, 我们一起进入神秘的西游世界。 孙悟空的出生, 这里我就不提了, 我们直接从孙悟空学艺开始, 因为在这个地方, 作者直接给了标准答案。 孙悟空来到师父面前, 菩提祖师和他之间有一段关键对话, 师父问他, 你姓什么? 孙悟空回答, 我无姓。 就这短短几个字, 直接点出了孙悟空的身份, 师父问的是姓名的姓, 孙悟空难道傻吗? 他回答的是, 姓别的姓。 这段对话的本质是什么呢? 就是人家问他, 你张三还是李四啊? 孙悟空回答, 我不男不女。 首先, 我们必须肯定, 这里绝对不是作别字, 因为接下来孙悟空自己说, 人家若是骂我, 我也不挠, 人家若是打我, 我也不撑, 只是赔个理罢了。 这句话的意思, 是作者生怕读者误会, 所以继续剪出孙悟空的真正背景。 根据历史记载, 郑和是很小时候就进皇宫当太监, 小太监没有半点身份地位, 自然是被人呼来喝去, 他只能低头伺候,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了。 《西游记》因为是记录的真正明朝历史, 而这段历史是满清花费三百年时间, 极力想掩盖的, 所以作者不得不说得如此隐晦, 可是他又必须在一开始就让读者明白, 孙悟空究竟是谁, 总不能看了半天书, 还不知道孙悟空代表历史上的哪个人吧。 这还怎么让读者发现历史真相呢? 孙悟空在这本书一开始就出现, 这就是一整本《西游记》的地基, 《西游记》完全是建立在孙悟空真正身份上的, 你不知道孙悟空是郑和, 你就不可能明白, 《西游记》到底在讲什么。 所以接下来, 是菩提祖师在详细地向读者讲述孙悟空的真正身份, 我们看看菩提祖师怎么说的, 他说啊, 你父母原来姓什么? 孙悟空回答, 我无父母, 这也和郑和的经历完全吻合, 现在谁知道郑和的父母是谁呢? 没人知道, 据历史记载, 他是一场战争中的俘虏, 被抓进皇宫做的太监, 所以他连父母是谁都不知道了, 这时候, 菩提祖师马上给孙悟空起名字, 这个名字更是直接点名了, 孙悟空就是太监。 菩提祖师说啊, 你是胡孙, 我如果让你姓胡, 那么就有个问题, 胡就是古月两个字, 古老的月亮就是老阴, 这不好, 老阴就是直接说太监, 不能姓胡, 那就敢姓孙, 这个孙字呢, 菩提祖师又给了一番详细的解释, 孙就是子孙后代, 这个挺好吧, 如果没有后面的名字, 姓孙也不错, 但是菩提祖师偏偏给了他一个悟空的名字, 孙悟空就是你没有子孙后代, 这岂不是再次点出猴子的太监身份, 只有太监才必然没有子孙。 到此为止啊, 孙悟空是太监, 作者已经交代得清清楚楚, 那么到了这个地方, 故事才刚刚开始, 历史上太监多了, 为什么孙悟空一定是郑和呢? 作者怕读者不明白, 所以马上给了一个确作无疑的证据, 孙悟空有一个让所有小朋友羡慕的本领, 一个金头十万八千里, 这个数字我们翻遍历史书籍, 基本就在西游记中出现, 所以这个数字是和孙悟空有直接的本质的联系, 甚至十万八千里已经能完全代表孙悟空本人了。 直到今天, 我们一说十万八千里, 就是说的孙悟空, 那么历史上哪个人和十万八千里有关呢? 就是郑和, 郑和下西洋, 七次航海总理称, 恰好是十万多里, 作者就是用这个数字不容辩驳地告诉读者, 孙悟空就是太监政河, 当然啊, 到了这个时候, 肯定还有很多不幸的, 作者也预料到了这一点, 因此呢, 他不断地给我们提供大量证据, 比如, 狐提老祖问孙悟空, 你来我这里多久了? 孙悟空不直接回答多久, 而是说了一段古怪的话, 他说啊, 我不知道来了多长时间, 但是我知道, 后山有桃树, 我去了七次, 吃了七次, 这正是历史上的郑和七次下西洋, 最后啊, 菩提祖师传授了孙悟空七十二遍, 孙悟空随便显摆, 师父就赶走了他, 这个时候, 孙悟空说, 我离家二十年, 我要回去了, 郑和是1405年第一次出海, 1424年第六次回来, 1425年, 郑和在南京做守备太监, 正好二十年, 之后, 他第七次出海, 离去不回, 在途中去世了, 所以这个二十年, 又是在说郑和, 当我们确定了孙悟空真正的身份, 西游记的大门, 就在我们面前, 予许展开, 因为这一集啊, 是重制版, 后面已经有了大量的视频, 来详细解读西游记, 所以啊, 我就不在这里过多展开了, 这一集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可以继续看后面的视频, 再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